Hello,大家好,G channel 澳門的賭場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客人出出入入 只要你年滿21歲 無論男女都可以入賭場參觀或者玩 近年娛樂場為了引流 相繼推出免費小食、甜品或者飲品 例如珍珠奶茶等等引客人 所以每逢節假日 娛樂場內人氣非常暢旺 有賭的又進去吃東西 現在連奧博都懂得派飲品、食品給賭客 有網友說 聽說昨天美斯美高梅的雪糕檔、珍珠奶茶檔都排隊 雖然人人都吃得很開心 不過其實賭場也有黑名單 有些人不可以入賭場 澳門博監局其實有禁止特定人士進入娛樂場措施 為數不少的人會被列入禁足賭場客名單 當中涉及一些曾經在賭場作出不規則行為、犯法等 對賭場秩序造成擾亂的人士 通常都是以非本地居民為主 好像前一兩年有賭客在賭桌上懷疑跟紅頂白 即是見到對方的賭客經常輸錢 見到對方買樁就買樁 對方買樁就買樁 當然是贏錢 但輸錢的人見到把幾火 引起輸錢賭客不滿 最終打上來打大交 相信大家可能也看過這條片 這些知事的內地客 最終除了被禁入澳門外 也會禁入澳門賭場 除了這些嚴重犯罪外 還有些人經常滋擾賭客 例如一些爬仔、大耳窿、換錢黨之類 由於受害人通常都是遊客 因為怕麻煩、不會追究 導致這些爬仔之類的人士 不斷重複這些行為 所以賭場或當局 也會將他們列為黑名單的人士 一旦進入賭場 或者會構成為令罪 除了當局的黑名單 據傳澳門賭場 應該說全世界賭場 都有自己一份的黑名單 而且聽說會相互交換這些backlist 如果被列入不受歡迎人物的賭客 所有賭場都會同步收到這些資料 這些黑名單的人物 除了剛才說過破壞賭場秩序 例如偷東西、鬧事 還有一些懷疑可能是洗黑錢、出籤的老籤 除了支持分子之外 賭場亦不歡迎會算牌的專業賭徒 尤其是集團式行動 這些人經常令賭場輸大錢 如果被發現算牌會被請出賭場 不過不會像電影一樣 拉進入房間 打你一輪應該就不像電影一樣 深算其實還可以 如果結合科技手段就不行了 在前年尾 即是2022年尾 新加坡奔海灣金沙酒店的賭場 發現一宗來自台灣馬來西亞的算牌集團 在白家落台 贏了二百多萬 終於涉及違法被捕 當中有四名台灣人 兩名馬拉人 他們在賭場各自帶著藍牙耳機 可以即時溝通 搜集了賭桌牌局的資訊後 再相互溝通 在後台用電腦分析機率 機率高時再下注 所以經常贏錢 不過因為短時間內贏得太多錢 賭場馬上對他們進行監控 結果穿了鍋 全部被捕 這些算不算出老千呢 我覺得嚴格意義上未必算出老千 不過利用科技手段在賭場裡面算牌的話 當然是不行的 這些可能被捕 坐完牢出來 就變成賭場的不受歡迎人物了 好 這一集就先看到 如果在新的之前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